美国东南部接连遭到了飓风袭击 联邦政府也不断地遭受谣言攻击 从海伦飓风9月底肆虐佛州 乔治亚州跟北卡罗来纳州之后 川普阵营就猛轰美国联邦紧急事故管理署 FEMA救灾不力 灾民求助无门 还说政府的救灾经费 挪移给了非法移民使用 或是故意拖延发放给支持共和党的灾民 FEMA的官员非常愤怒 被迫分审辟谣 还警告这类的谣言跟阴谋论 会阻挠搜救和灾区复原 救灾政治学有了心急 领导人除了汇集资源 要求效率 展现人密紧密的同理心 还要打击谣言 美国东南部遭遇强烈预风海轮袭击 灾情惨重 选举与严重偏离事实的攻击 也让执政党受到重伤 7号美国联邦紧急事故管理署FEMA 设立了辟谣专用网页 以正视听 FEMA的预风救灾经费 让非法移民的住房花掉了 这是错误消息 淹水地区看不到直升机 跟救难人员 这是不实讯息 贺锦丽也亲自说明 750美元的救济金 只是让灾民救急 购买食物 婴儿奶粉 跟急需的用品 FEMA说不实的谣言 使得海伦飓风 跟密尔顿飓风的救灾工作 更加困难 假消息满天飞 例如说灾民只能申请到 750美元的救济金 大约24000台币 其实不止这个金额 但是灾民会信以为真 另外有个假消息说 FEMA的经费挪作他用 例如国际救援 或是北卡的救难工作 施展不开 其实都不是事实 南卡州的共和党籍州长 称赞联邦的救灾投入 超级给力 但是两党在北卡州的 总统选情胶着 舆论战成了必争的战场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共同主席 也是川普的爱媳妇 拉拉川普 跟公公口径一致 美国国会正在休会 大选之后才会开议 在这看守时期 国会通常不愿意 大幅增加FEMA的经费 但现在两党议员都受到压力 要求他们临时开议 表决紧急拨款 巴拉川普也不顾FEMA的澄清 继续重复川普的指控 说贺锦丽把救灾经费 挪去帮助非法移民 天灾接二连三 执政党焦头烂额 不但要辟谣 还得陪共和党籍州长 玩政治游戏 难怪贺锦丽火气很大 封灾政治学可能是贺锦丽 从政以来的新考验 制造假讯息 却是川普的看家本领 华盛顿邮报 经过查核统计 川普在总统任内 跟卸任以来 发出三万多则假消息 或误导讯息 平均一天就有21则 这在美国政治史上 绝无仅有 2024大选期间 川普接受访问 发表演说 或参加辩论 都有媒体统计他 说了几次谎言 或错误讯息 上一次掀起轩然大波的 是9月10号 在跟贺锦丽的辩论上 川普又说起 恶害俄州的海地移民 把猫狗当成桌上的食物 这个说法早已证实是谣言 但川普照说不误 几天之后 他的竞选搭档范斯 又重复一次 海地移民吃宠物的谣言 引起全美公愤 恶害俄州的公路警察 奉派到春田市的公立学校 保护师生安全 每天早晨师生到校前 会仔细检查每一栋校舍 春田市还取消了 9月下旬两天的文化节活动 以防万一 选举期间假话跟谎言特别多 美国情报机构10月7号提醒选民 小心外国势力为了制造混乱 散播虚假讯息 特别是在投票后 意图让美国选民怀疑选举结果 至于候选人对对手的造谣 就得靠行政机关不停地辟谣 这也是网络时代政府的新业务